就是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很恐慌 是因為我們平常說話 就是從這裡上聽 但是你現在是變成是你的嘴巴 好像就在你耳朵旁邊 很清楚 連你的口水沾你的聲音 然後很細微的聲音都覺得很清楚 跟你透過電視看你的戲劇 講出來聲音又不一樣 不太一樣 所以那時候就是 突然連講話都不太會講 所以那時候要經過一個時間 去克服這個狂況 現在要換一個 對 現在要換對嘴的影響 是 要換是 黑馬王子裝 GO 換上了黑馬王子裝 鄭元昌現在要進行的是 MV當中對嘴的這個部分 其實又下雨了 而突然你看像不像 這次你吃個帽子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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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後的slogan就是這個 歡迎收看 挑白是髒話嗎 不是 挑白是囂張的意思 對 這一次正宁唱和林怡辰的合作 跟以前很不一樣喔 以前的林依晨 像个小可林一样 死心塌地的爱着郑元唱 这一次的角色完全反过来 来 小钟单收 Type 2 Go 你还懂吗 我不要你爱我 我不要 我爱你 我爱你 光是这两句 对于爱演的郑元唱来说 怎么够吗 你还懂吗 我不要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还懂吗 你还懂吗 我不要你爱我 我不要 我要 我要你 林依晨昨天已经结束了宣传戏 但是为了小师弟正元唱 他还是愿意把时间空下来 这哪有小啊 大师弟 巨大师弟 巨大的小师弟 那小师弟还不谢谢大师姐 非常感谢我身旁这位 最娇小的大师姐 其实跟以往我们演过的角色 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我这一次扮演的是 守护在一城旁边 默默付出的朋友 但是我一直 我妈透露我的爱丽 她也一直在拒绝我 有一个转的就是 原本我是立志 想要成为一个大批评家 然后但是因为 去扮车火花生 然后我的手受了伤 然后可能很难再如愿了 所以就很 不应该的就是 有冲动 冲动 但是我及时的去阻止了她 但是阻止了她 在我们的MV 其实有留下伏笔 会有两个不一样的结局 到时候会让网友 所有的歌迷去票选 看他们希望正式播出的是 哪一个结局 听到这个小泽是一个 朋友们送你的礼物 是我的生日礼物 是 是送的 是林一城送的 跟大家就是炫耀一下 这台小泽她的独特的地方 怎么说 就是 打开就跟不是一把鱼扇吧 牌克风 他打开 对 就唱一首歌 有道理 有道理耶 大家不要再唱一首歌 看到没 她在打起风 可以 然后你就这样子 夹在地上 是 这样子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跟歌迷朋友们聚会的话 我们多准备一些气球 你还可以现场帮大家打气球 是 酷酷 酷 好 直到小泽跟小泽一起学这个手势了 约细姐姐都会 来 我们叫小泽再抽一招 来 小泽来 一 二 三 唱一首歌 摁 好 很简单 但是我都会有什么大分之后 是的 我们到这个 日本的13000 它是2000庄照片 小泽来的 你都很开心 是 刚刚这个一个是 她在温泉里面 温泉里面 目前为止 大家看到 只是神盖到这里 对 9月25号 这次她鞋的时候 可以让大家看到 是 就落地角围的地方 對 對 把我看見 石碑秀啊 賺了多少錢 會認真回答 就是問到問題的時候 如果真的想回答也比較好 我會 轉移話題 因為這個他很厲害 對 就雞同鴨醬 就你問了這個問題 對 而且他也完全不找痕跡的 你問他這個問題 他就整天講 這個問題就被帶走 然後他帶走之後 他會開一個新的頭給你 所以你只好問那個頭 不當歌手 看到別人的表情 聽到你都清楚 為什麼在演他自演的 對 試試過 一定會了 因為就是平常 其實我平常就很會觀 就是很會觀察 別人細微的一些演化 然後尤其是 別人細微的演化 尤其是你在錄音室裡面唱歌 我們平常晚上 對 但是他們的任何表情 他就會發生 對 好 小宋往上看 小宋往上看 對 剛剛導演看到太陽太更新了 他叫小宋叫小嫂 小嫂 小嫂 看雙面 有沒有看到嗎 對 他叫小嫂 只要我聽到我小嫂 今天因為我會很多次來笑死 很開心 然後看到後面的極端有很多的顏色 對 對 這也就是接下來要跟我們推薦的另外一首歌 就是台色 是 這首歌 明天一出台就是很有朝氣的感覺 而且非常非常的熱鬧 真的 對 他很適合就是在KTV裡面 然後Furo好朋友大家在唱的嗨歌 然後 嗨 然後 5 4 3 2 嗨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沒有啦 我沒有拍照 大家好 嗨 嗨 我剛剛講了什麼 很巧合 他的首歌是曲 他的裡面有比較意思 嗨 嗨 應該是我 有錄 有錄 我剛剛是在講什麼 大家好 不用客氣了 來 反正 1 4 5 10 1 2 2 10